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早上立法會激辯關於警隊加薪的問題 當然很多市民對於這個議題都強烈反對兼反感 怎麼可能還繼續加薪給警察 如果加薪沒有天理 還有他們花的OT錢完全不明不白 到底你出OT的機制是怎樣 是否有需要才出錢 還是有欺騙OT之嫌 實情是否要調查 是否要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查一查 再加上超過一半的香港市民是給你香港警察零分的 這樣的工作表現你還敢去拿著加薪 你知不知道是醜的 納稅人交稅給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轉過頭就加薪給你警察 還要給你OT錢 即是說是獎勵你給警察 警察就是要懲罰青年同胞 懲罰納稅人的子女 這樣的制度是有人服氣的 你當市民是笨殺 沒有人服氣的 所以就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建制派就輸掉褲子 毫無反省不知愧恥 我們看看到底文件是怎麼寫的 根據保安局向財委會提交的文件 裏頭就說到 2019至20年度涉及警隊的開支已經高達202億元 包括警察的薪金、津貼和其他運營的開支 而在過去半年 即是六月到十一月 警務處平均每個月領取OT的人數 就約1萬1千人 總共的開支就是9億5千萬 你出OT錢出了十億 是否要市民要監察這些錢是怎麼出發 你在立法會看到建制派的嘴唸 真的嚇死你 包括周浩鼎 周浩鼎說什麼呢 他就說反對邀請警方去出席會議 因為泛民那些人要求鄧炳強大署長 去這個立法會解釋 他就說反對不用了 他就說泛民那些建議只是找警隊出氣 打算公審警隊 他就說建制派就算不滿教育局 沒有去處理那些煽動仇恨的教師 但是為了避免阻延審議和破壞機制 也沒有要求教育局的官員來解話 他這樣說 大哥你周浩鼎知不知道立法會是做什麼的 立法會就是要監察政府的 你沒有做好你的本分 沒有好好地去監察政府 這是你失職的 你還好意思說反對警務處長 就是出席這個立法會的會議 去解釋這些相關的問題 你有沒有搞錯 這樣就叫作為立法會議員 這樣就購十萬零一千元的工資 是不是 這是市民服不服 這些是不知所為 根據另一個 他的黨友葛珮帆大議員 怎麼說呢 他就說一定反對 不用出席 不用鄧炳強大署長 為什麼 因為這是泛民針對警隊 公務員加薪是根據機制的 又說警員開OT就要獲發津貼 警隊的士氣在維持治安上非常重要 你維繫市民的民情重不重要 當市民大部分也有質疑 為什麼要加薪給警察 為什麼還要不停開OT錢給警察 你有沒有反映這些民意出來 你不信你做民調 到底是超過一半的市民 是支持警隊加薪還是反對 你做民調 委託第三方的機構 不知所謂 只會罵別人公審 這樣就叫做公審 問問你的祖師爺 什麼就叫做公審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抓人出來說他是黑五雷 說他這個那樣 然後背後掛著另牌 套上高帽給他看陰陽頭 向他扔東西 這些就為公審 叫他出席這個會議 解話就叫公審 這根本上是不可理喻 比以不倫 然後他們的黨友蔣麗雲大議員更離譜 他說打工仔拿OT錢就天功地道 就算民主派覺得不滿意個別部門 或者個別人士的工作表現 亦都不能夠一觸高打一船人 對呀 市民只是反對家人工給這班警察 三萬三千個警察 你就抽起他 其他人的家人工 其他公務員 根本沒有市民有聲音 說要反對 老實說 抽起他 市民也不想一觸高打一船人 把警察家人工和OT錢拿起他 然後另外審議 其他公務員是沒有人反對的 為何會造成公務員 現在這樣的困境 就是因為警察是混進去 你滲進去 抽起他 其他公務員是沒有人反對的 其他公務員是 蔣大議員 還有你說打工仔拿OT錢 是天功地道 如果他真的執行職務的時候 是沒有人反對的 但是大家有眼見的 蔣麗雲 是不是 警隊從來沒有解釋過那些OT錢是怎樣出的 那些機制是怎樣的 現在那些警察是又出錢 不是又出錢 去撕蓮農場也有三十多人去的 那這些是甚麼 他是不是在執勤 是不是在出納稅人的錢 為何可以這些雞毛蒜皮的東西 都把一群人跑出去 這些給別人的感覺是騙OT 這樣就要出錢 很多雞毛蒜皮很無聊的東西 都是一群人出去的 那些是為甚麼 是不是 是不是這陣子沒有錢花 所以不斷出OT 不斷超時工作 你要解釋的 還有 你們這些傢伙 經常說那些泛民是甚麼 是造質的那些警察 為甚麼你不想想 在現行的機制裏頭 根本上是沒有辦法來約束警權 現在警察就是濫權 兼警權無限大 如果那些立法會議員 還不在議事廳 在掌握你 就是申請家人工的機遇 向這些警察提出質疑 要求他們來到立法會 解釋更多的資訊的話 這些傢伙是失職的 是不是 你民建聯就是失職的 你根本沒有做好本分 你也不去監察警隊 你告訴別人有甚麼機制來監察 來約束警權 是沒有的 你這個監警會和投訴警察課 已經是廢了 國際專家不做就已經告訴你 是很軟轉地告訴你 你是廢柴 對不對 不然別人要不特地軟轉到 在華爾街日報登篇文章 說我不做了 免得你面子 還說你有些貢獻 這些就是西人的厚度之處 好來好去就算數了 你還在想著 不用問這些東西 加薪給他 你真正在做夢 還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 他就說 公務員薪酬的調整 一般只是考慮六個因素 包括公務員和市場趨勢的指標 經濟狀況 生活指數的變動 政府財政的狀況 以及職方對於薪酬調整的要求 以及公務員士氣等等 任何部門職系的表現 就不是考慮的因素 他還說如果那些議員對於部門表現有意見 就可以有很多其他渠道來跟進 這些就是在bushet 首先你還說 這個部門表現的人的表現 就不是這個考慮因素 你就凸顯了公務員制度的不堪 如果你在私人市場 你打工仔的表現是差的 已經被炒了 換一批人 已經再請過 你還敢死去向市民說 他們的表現不是考慮因素 只是考慮市場指標 只是有加沒有減 告訴你 這樣機制有人服嗎 是不是 羅大局長還說有其他機制可以跟進 現在就告訴你沒有機制可以跟進 無計可施才要在你申請家人工的議案上來做功夫 還說有其他渠道 不要再在這裡撒謊 睜大眼說謊 有渠道可以跟進 就不用在立法會那裡談 真是多餘 還有什麼渠道 你解釋給別人聽 羅大局長是不是 還說那些議員有其他渠道跟進 什麼渠道 投訴警察貨 監警會 說了給你聽是垃圾 人家連國際專家都不做了 說你沒權去調查 多餘 經常都說有其他渠道跟進 有什麼渠道跟進 根本就是無計可施 現在還要給你那些警察加薪 告訴你到最後其實都是成功加薪 因為你建制派在這個立法會當中是佔多數 你數夠票就通過 一定是過 只不過現在在這裡 一一一一一一一 大家表態而已 還有你這群建制派和香港警察 整天就說要說法治 好了 現在有一群市民 或者是前線的學生 他們是被捕的 但是還沒判罪 現在就不准他保釋 是困在拘留所那裡 如果最終結果出來說 根本上是判他們無罪釋放的 那他現在就坐下來是不是很冤枉 他的人身自由這幾個月就沒有了 我一直坐 然後那些警察 做了這麼多違規違紀行為 我不要說違法 都還沒審 我就不會說你違法 無罪推定 但是很明顯就是違規違紀 包括駕駛電單車來衝向人群 這些是不是違規違紀 你不要說不是 你自己也要對他勸道 有些就說 奏這個同學是活該的 那些根本上這些說出來 好沒有血性 好沒有良知 這些是不是違規違紀 全部都是逍遙法外的 對於青年同胞開槍 真槍實彈的人 是逍遙法外的 是不是 在街上打到人家爆肝 那些是逍遙法外的 這樣不是對等的 對不對 為什麼不拘捕你的警察 回到拘留所坐下 請問 那些是做得對的 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認為這樣做得對 那對不起 很多市民都不會服的 你更加知道 加他薪金和出OT的錢給他 市民會視之為是一個獎勵 你是獎勵這些警察來懲罰青年 沒有人會服的 這些機制告訴你 多餘的 就算找多少人做show 維穩show 今天有些親中團體 在立法會門外請願 支持警隊加薪 要求給予警隊更多的資源 就由你葛珮帆大博士 黃定光大議員 麥美娟大議員 去接訊 然後就叫口號 沒用 告訴你這些維穩show 其實是浪費錢 對不對 真正的民情你都掌握不了 然後還以為自己是沉默的 大多數輸到仆街一敗塗地 還在花了冤枉錢 搞這些維穩show 沒意思沒用 真正要穩住民心 就不是要做這些愚蠢的行為 不要經常說那些市民出街遊行 就有錢收 你不要把自己的標準套用別人身上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